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从事智能焊接机器人的研发和生产 仅今年上半年 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就比去年全年翻了一番 一方面这个是得益于河南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的支持政策 另一方面科会科技也非常重视科技研发 今年一来研发费用投入比去年全年提高了50%以上 研发人员也占到公司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靠着坚持不懈的自主创新 企业不仅成功研发了国内首条畜牧业养殖设备柔性生产线 还把原来的汽车装备自动化技术拓展到了化工锅炉设备等多个领域 生产领域扩展产品也得到了进一步升级 从原来的单一焊接工作站升级到 以智能车间和智慧工厂为主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感谢观看